再过来就是枯桃杆菌 枯桃杆菌长这个样子 而且顺便提一下 枯桃杆菌的家族很大 其中一个就是辣豆 我们辣豆有吃过 吃过辣豆的鸡手 我们特别是日本 日本的饮食里面 他们都会吃 我们去日本旅行 早餐一定就有一小盒辣豆 喜欢吃辣豆的鸡手 不喜欢吃的鸡手 那个辣豆实在是有够难吃 但是呢 日本人喜欢吃 他几乎每天早餐 家里面也会给小朋友吃 那辣豆是好东西 辣豆跟枯桃杆菌有没有关系 有 其实是一个家族里面的 同一个家族里面 它其中一个底细是辣 是辣豆菌 所以枯桃杆菌说 它其实是一个安全的菌 它也是一样 可以产生抗生物质 然后主要病人已经繁殖 然后促进有基石分解 所以基本上菌都是 能够分解 能够对抗 对抗它的坏人 这些都是它的特色 这个我想我们就说 它的有净值的基石 产生营养素的基石都一样 好 那这一页是特别推出来 就是说我们中英大学 中英大学他们有很多研究单位 那其中有一个老师就是黄振文 他的副校长 现任的副校长 他们这个团队 最近他演讲去开发 综合的菌种 它有护草杆菌 第一亚包杆菌 零结亚包杆菌 后面这两个名词 我们比较少听见 第一跟零结 我们大概通过这个护草杆菌 好 同样的他们也是把这三个菌种 开发出来 变成一个综合的菌种 然后呢 去做我们的 田街的栽培 比方说促进 成长 促进什么成长 草莓 番茄 胡瓜 第一个 这三个菌的综合 可以促进成长 为什么 开根 具备开根的能力 对 第二个 抑制病害 促进成长之外 它又可以抑制病害 意思是什么病害 清枯病 碳基病 陆菌病 这些病害 所以怎么样 一个是生物肥料 一个是生物农药 可以抑制病害 促进生长 好 它可以怎么样 降解农药残留 我们的农药残留 在土壤里面 它居然可以去把这些农药去做分解 所以让你的土壤里面更加干净 没有这些农药残留的问题 可以循环利用 之前是用在植物 偶然间 它发现 用在猪 养猪 养鱼 也会让它的肠道形成有益菌 就像我们现在买那个风湿剂营养品 风湿剂营养品 很多是什么益菌 蔓越莓的 还有什么柑橘头胃 柳橙头胃 那东西吃这个有益菌 就是帮我们肠道 好像是一个保卫的一样 让我们肠道有这些好菌 驻扎在里面 去对抗我们的坏菌 所以这就是猪跟鱼 它用了菌之后 减少它的猪粪便的臭味 然后呢 鱼检查发病 而且改善水质 代表说 这个菌 食物可以用 然后呢 动物可以用 养猪养鱼都可以用 代表说 它是一个人 整个来讲 都是好菌 那像我们人呢 就吃辣豆菌 我们吃辣豆菌 也一样 过了肠胃 所以各位看到 他们开发出来的 凌结羊包感菌 第一羊包感菌 还有什么 这个固扫感菌 这都是他们综合的菌种 这是中医大学他们开发的菌种 OK 好 所以这他们发表的里面 就是鱼 添加低羊包感菌的时候 增加养殖鱼的饱满度 各位看到 这是对照菌 这个是他们的 犯菌的 这个 所谓的 一个 一个 效果 所以代表说 我们其实应用范围 包括你的动物也可以用 来 这边怎么写 这是我家的鱼竿 我家鱼竿 是圆形的 小小的圆形的 但是呢 我自从用了 用了什么 因为用了什么 枯槽感菌 对 我放枯槽感菌下去 连我看到都觉得 这批鱼好像活很久都不会死掉 以前的鱼好像放了大概一两个月 就会开始慢慢就会有鱼死掉 什么的 变成要重新摆开 什么的 结果这批鱼 哇 很漂亮的 你睡不 这个鱼 它好像都不会死的 都很健康的 其实我就给它吃吃掉之外 隔一段时间 就可以撒一点 护槽感菌下去 所以我的肝底 我都没有说把它通过来洗 都没有 那它的粪便怎么处理 就被护槽感菌分解 所以我的鱼竿的生态 变成是一个平衡 我就不需要 我连这个鱼竿的底部 都放出来洗的 很麻烦 它其实还很好的 所以其实代表说 我们真的可以把护槽感菌 印照在我们的 什么样 你养鸡养鱼 什么方面去 都可以用 而且它效果真的还不错 很好的 所以他们这个 中心大学发表的时候 葡萄感菌 加上低牙包感菌之后 降低脊分的臭味 还有抑制蝦子肠道浮讯 还有飞扬性结肠病 还有把我们的水质改善 水质改善 这个是中心大学发表的 好好的 好好的 好好的